我是俊儒,我喜歡料理 當我料理的時候我感到開心 我會喜歡看到人們吃我料理的時候開心的表情 平常的時候我是個農夫 我花最多的時間和我的食材們相處 我明白他們生長的季節 也明白他們喜歡的環境 當我有空的時候呢 我會到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廚房 用不同的食材料理食物給人們吃 只因為我快樂,他們也感覺到快樂 這一次的錯誤料理呢 因為我是個農夫 我們了解現在這個季節拿到在地產的食材 我決定利用當天現在最新鮮的食材做成創意料理 我才有 雞肉米 小白蛇 竹肉蛇 蝦蝦蝦 紫蘇 蝦蝦蝦 蝦蝦 蝦蝦 再加上 南澳漁港湯湖 或了竹甲魚 市場裡買的蝦蝠飯飯飯 當我把這些食材一次排開後 我感受到這些食材帶給我清爽與決定的滋味 感覺上應該在清爽午後吃醉到料理 因此呢我決定做成下午茶型式的創意料理 為了凸顯米飯的白滋味 我用淹過的小黃瓜和洛神搭配 兩者的酸味呢不只能引發死慾 而且提味 而因為紅色和綠色的對比 使得簡單的米飯顯得美麗 再來我將滋味清爽角白筍 簡單烤過後帶出米人香去 這樣具有特殊八角香氣的大葉甜蝦搭配 招草用高溫煎炸過香味會浮現 我將切碎的招草混入彈中 做成招草風味的簡單 鮮補的竹家魚滋味鮮甜 我將魚肉配下後簡單的煎過 用鹽和五角調味 調味上清脆微辣水甜蟹可以解膩 巧克力薄荷呢則是提供另外一種搭配的選擇 茶我用肉繩葉煮成酸味清爽 用芳耀跟魚滋味鋪煮的香氣 就是簡單的好茶 最後再擺盤就完成囉 我覺得一個好的廚師 他應該是一個好的傳達者 他明白食物想要表達的東西 然後用他的方式傳達給吃他的人們知道 我的夢想就是做一個食物與人們的橋樑 做一個最好的傳達者 讓人們與更多的小孩明白真正食物的美好 不再吃過度加工也不再吃化學調味的食品 這是我的夢想 我渴望學習 我想要成為一個更好的廚師 我覺得藍帶呢 可以滿足我對於學習的渴望 我想要了解與明白更多的食材 我想要他頂尖的米其林廚師 學習不同看待食材的方式 學習不同料理的手法 我覺得藍帶可以讓我成為一個我想要成為的人 可以讓我依此而達的夢想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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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